中国的南部海域一直以来就是本国的固有领土,从来容不得任何一个国家的侵犯。 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极力地推动南部海域的和平以及稳定,但是却经常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在海域上进行骚扰,为了给我国的海军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海军舰队,经常打着维护南部海域航行自由的幌子公然将军舰开进我国南部海域之内。 在近日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我国南部海域出现,后被中国海军的中华神盾战舰送出该海域,但是英国的军舰刚走没多久,法国军舰再次开进了我国的南部海域。 这种做法让我国驻南部海域的海军司令员十分的气愤,只能再次出动战机进行警告。 英国伊丽莎白号军舰据悉这次进入我国南部海域的法国军舰是隶属于法国海军的奥福涅号护卫舰。 这艘军舰是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目前是全球海军内具有最先进的隐身功能的军舰,而且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服役于法国的海军。 据悉该军舰总长度在140多米,宽度在20米,舰上配备了意大利自主研发的雷达系统,最大的侦测距离达到了200海里,并且可以同时追踪400多个目标,对40多个指定目标进行监控。 该军舰还采用了垂直发射系统,可以一次发射多枚巡航导弹以及反舰导弹。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搭,再一架NH-90武装直升机,大大的提高其综合作战能力。 法国军舰虽然法国的军舰具有先进的隐身功能,但是刚进入我国的南部海域,就已经被我国的海军发现了。 不但忽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多次警告,还在南部海域附近逼近我国的红线。 忍无可忍之后我国海军司令员下令出动两架舰载战机,直接飞抵法国军舰上空详行对其进行驱逐。 法国军舰看到我国的舰载机之后,匆忙地撤离了该海域。 法国军舰遭驱逐,随后我国外交部正式发布声明,如果别国军舰不听从我国海军的多次警告,打着维护南部海域航行自由的幌子,下一次就不仅仅只是两架战机了。 会直接出动驱逐舰,对其进行强行驱逐,不排除使用一切的手段。 法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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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